好 今天晚上 大家好 我來畫一幅新的花卉的寫生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前面的這一顆植物 是從我從花式買回來的 那我們來 接下來就為你示範這一顆植物的 一個寫生的畫法 鏡頭再調好一點 大家可能比較可以看得清楚 那我在畫以前呢 我先把畫布呢 定了一個紫色的底色 再來畫 等它乾了再來畫 那這樣子讓我們畫起來的話呢 會因為把畫布的這個毛細孔 做一個處理以後 畫起來的話會更加的細膩 跟細緻這樣子 那今天 我就 一樣先從暗色系 開始來 做一個布局 我先用一個爛 比較 藍色系的 比較暗一點的 墨 墨藍色 把我要畫的東西呢 先做一個 構圖跟布局 大概的範圍呢 先把它畫出來 那我這一次採取的 方式呢 也一樣是落地的概念 就是從地上長上來的 意義 意思 那 這樣畫呢 我覺得會 比較有 大自然跟生命力的感覺 好 那我現在 先把這個底色上了以後 再來做下一個底色 我把我感受到的這些底色呢 先做一個布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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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布局 從淺的慢慢往深的話 那今天的光線呢 是來自於上方的 先造就一個底色 然後呢 現在我們找一支 細一點的筆 把 他的筋呢 把它畫出來 首先我先用的是比較淺色系的 來勾勒他的 花的金的一個走向 之前我畫的都是比較屬於用 暗色系先畫 那當一個畫家呢 我覺得你必須要不停的去嘗試 各種不同的技巧跟畫法 所以呢 我今天就採取呢 反過來的概念 先把淺色的金呢 先畫 看會有什麼樣的意境跟感覺 也是一種很好的 練習跟嘗試 然後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我們再把暗色系的金 先畫回去 通常來講 墨綠色都是用 黃加藍 加黃色完成的 所以 黃加藍加紅色 就會變成墨綠色的概念 然後 然後我們一步一步的再把顏色再越加越深 把各種顏色的這個花的梗子呢 把它呈現出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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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光線 不同的時間點 或不同的空間 不同的花卉的百相 都會把這個花呢 做很多不同的表現 還有它的色調也會 呈現很多不同的色調 然後我們在 調一些灰色調 把那個橄欖綠加白 就會慢慢有一些灰色調出來 像這種灰色調 畫一些後面的空間 對 對 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這樣子我們一步一步的調呢 一步一步的畫呢 就會把 這個畫的 葉子的顏色呢 調出很多來 慢慢的觀察 慢慢的畫 畫畫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 所以呢你可以趁這個時候跟自己獨處 享受這個自己跟花卉對話的時間 越畫越深 越畫越淺 來來回回的運作 現在當然我們還是都在比較暗色系的來 暗色系的綠的方向來運作 先不要一下子跳的太亮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很喜欢这种 叶子乱翘的感觉 让我觉得这个花呢好像在跳舞一样 很有生命力 像这种 这种枝干 在走的感觉也很迷人 我现在试着呢 先把这个小花呢把它画出来一下 先把小花的位置定位定出来了 一边画你的颜料的就会一边干掉 你就可以盖上去盖上去一直盖上去 好吗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我們一再的告訴大家呢 我們在畫這個花的時候呢 有些是往上 有些往這邊 有些往正面對著你笑的 都要畫 不要多畫同一個方向的花瓣 這樣子很奇怪 這樣就是好像一個很呆板的感覺 一步一步的把它表現出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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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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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好 中文字幕志愿 有些花都還沒有開 我們把這個 金呢一步一步再畫出來 四有四五的呈現出來 一邊畫 他就會一邊告訴你 下一個顏色在哪裡 好那也該換筆了 換一支比較中型的筆來畫畫 我們把剛剛的顏色呢 再加強再做一個調色 然後找出他相同色調的位置 再加強調的方便 再加強調的部分 慢慢的話,細細的話 就好像在吃一個很好吃的飯一樣 慢慢的咀嚼 藏在這個裡面呢,有很多小 小樹葉啊 的一些色調 好,我們再畫一些感覺 很難綠 比較暗一點的綠 讓這本花的 有些顏色呢,可以 成熟一點的感覺 小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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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感染率可以再暗一點下去 尤其是在這個 暗面裡面呢 都可以再做加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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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現在再找一支細一點的筆 就是我們要不停的換筆呢 讓我們畫面的這個筆觸呢 可以有不一樣的變化 現在我調了一些比較灰色調的葉子 去平衡這一幅畫的 一些色調 好剛剛的橄欖綠加白 就會是一個灰色調了 我們要用一支某些筆 然後再用一支某些筆 就可以了解一下 再用一支某些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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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我們在找一個比較暗一點的顏色 再把一些晶錄再畫出來 前前後後,前前後後的運作 前後還有一口大聲 暗的,化完,化亮的 一瞬間的飾品《小狗人》 一瞬間的飾品《小狗人》 用直接適宜的飾品《小狗人》 把穿扣除了 顎的飾品《小狗人》 在屋蔽市里那里 那這種線條的感覺呢 就會讓人家覺得蠻有 這個詩意的 有時候要讓前面的景色呢 跳出來了就要用這種 比較厚的畫法 就可以讓這個前景的葉子呢 跳出來 厚厚的 一坨的把它勾上去 就會跳出來了 畫瓣也是會有瘦光面 所以我們在畫的時候 可以注意一下這個問題 然後我們在畫瓣 然後我們在畫瓣 然後在畫瓣 1分钟 接下來前景的 葉子呢 我們再繼續加強 左右撇來撇去的 走向很多 大大小小的 現在我們畫一點這種咖啡紅的 色調 去 融入他的畫裡面 很特別的色調 好 好 好 再來我們再把一些紫色調回去 為什麼要這樣畫呢 因為 你這樣畫呢 會讓 這個葉子裡面呢 好像透過去的感覺 就會讓這個畫呢 比較有 不會悶著 就可以呼吸的感覺 這個 小花的旁邊呢 可以加一些這種感覺 淺紫色的感覺 去襯托這些花的感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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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再把花再繼續放 用剛剛的淺藍色 加上一點桃紅色 它就變成這種迷人的色調了 我們先從後面的開始畫 後面的顏色呢 不要太亮 所以我現在調的顏色就 沒有把它調的太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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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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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我們再把這些小葉子呢,再做一些層次上的運作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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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身边的数字是会说明镜与点栏目 等下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更多的数字是画面的栏目 在黑的裡面呢 我通常都會再加一些深藍色 去平衡黑色調的 這種單調 或者是死黑的感覺 然後也會到暗面呢 再活絡起來 再活絡再活絡 中文字幕君 接下來再拿另外一種筆呢 再來畫 其他的綠色 通常我們會把畫面集中在這個中心點的位置 再做仔細的描繪 它就會有主角跟配角的區分了 我們現在換了這個大筆以後啊 我們畫起來的這個畫面的律動感就會更不一樣 加一些大筆醋 然後把描繪的描繪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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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